Good morning 来赏一盆兰花 寒蓝彩蝶 这个看一下 它的这个 在这个盆里面 寒蓝它是比较 它的特点是苗不太多 苗树不太多 而且生长 它也不是很容易发苗 它就这个特性 然后它的这个花呢 它的花瓣可以说 有一点特点吧 走近看一下 跟传统的国蓝一样 它都是细长形的 而且它特别细 半肩还是尖尖的 非常的这个 sharp 然后它这个中间呢 也是总共五瓣 中间两个呢 通常是捧瓣 如果是往前捧 那么这个所谓蝶呢 就是两个捧瓣 看一下 走近一点 看得很清楚 两个捧瓣的偏短 胖乎乎的 有点像蝴蝶翅膀那样 就是比较蝶化了 那么它就叫蝶 所以它叫彩蝶 但是它仍然有外三瓣 也仍然有就是特别细长 特别尖尖的这样 寒蓝的这个花瓣的这个共性 而且它的这个花距 花与花之间的这个距离 就是长短上的 它这个相隔的这个 它是相对来讲的话 是比较大一些 这个花距也比较大 而且它开花的季节嘛 也是在这个 跟墨蓝差不多的 比墨蓝前一点点的 这个季节 寒蓝跟一般的传统春蓝比的话 它的历史比较短 它的这个选遇的话 好像就是最近的 几十年的这个事情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寒蓝 因为寒蓝怎么样 它不发 没有那么爱发苗 但是它就显得特别的简洁 特别的简约 我很喜欢 而且它比较高 就很疏透 很这个 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然而它又很坚强 你不用担心 它活好好的 我对这个 其实它上面比较长 所以我下面的盆背的 也是比较长的 这样子这样上下 看比较和谐一点吧 然后这个 事实上这个 这一盆的话 这盆彩蝶的话 我是买的这个 兰桂坊的 带花包来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idea 到这个 不管是新手老手 那么到了这个 年节的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有各种的带花包的 正好碰巧的话 那是非常的幸运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拿到手的时候 它这个花包吧 已经快开了 可是很娘的样子 哎呀 我以为不知道 长途跋涉的 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开啊 结果那天刚好下雨 那么我在南加 索性我们的这个温度吧 也是都不会到 32度F以下 就是不会到摄氏0度以下 所以那天呢 就是把它上了盆以后 哎呀 死马当活马吧 我想把它就干脆就放在外面吧 让它淋淋雨吧 结果第二天早晨 哎呀 给我这个surprise 第一朵的这个花 居然就打开了 而且整个它这个花件吧 也挺起来了 整个就鲜活了 所以它 当然它的这个 我观察了的 它的根非常的好 就是那样绿灰绿灰的 薄骨骨的 因为有的时候 拿到的时候 如果根不是很壮的话 它 就是 很干瘪 那么它就等到 以后再长出新根来了 像这样 鼓鼓的这个 只是这个 有点干的话 它很快就能恢复工作 所以 也不担心 它淋了一下雨以后 也没有影响到它 那么上面的叶子 也很快的 在自然空气里面 它就开始呼吸了 所以它很舒服的 在这儿 已经一周了 开花 非常的高兴啊 韩兰一个是这个季节 也刚好是它的季节 风季 然后它前段时候 养得也比较蛮好的 在那个篮场里 非常的香 而且是花瓣的 刚才我们说 形状的这个特色 而且 韩兰的它这个颜色上 也有特色 它绿中带一点 黄绿黄绿的带一点 青中带一点红 然后红吧 它又是红跟黄跟绿 又那么参合着 所以它总归有一点 这种淡淡的荷红色 绿红色 它总是这个色调的 很有意思啊 很清爽又很坚强的 这个就挺在这边 它比较安静嘛 动都不动的那个样子 很有意思 其实韩兰 我有很多盆了 韩兰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很高兴 在这个男家 能把韩兰养得很顺利 最大的担忧 其实因为我们这干嘛 差不多是沙磨气候 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担忧是 我们这的热量够了 韩兰它的热量够了以后 它在深秋开嘛 它的热量够了以后的话 它会开 它事实上需求热量的话 是在夏天 那我们这那么热的 所以很容易 它热量蓄足了之后的话 八九月早早的 它就来花苞了 然而它的花剑要走很长时 不是走很长 它要走很远 它长很高 对不对 所以它当它树枝很远的 这个时候的话 很怕干 而我们的秋是很干的 那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这个韩兰来花剑的话 经常它走到一半的话 哎呀花苞 有的时候就干掉 当你发现干了以后的话 其实已经为时太晚了 怕就怕这个 就是怕它早早的来花剑了 然而没有注意到 然后就没有注意到它的湿度 然而就太干了 怕的是这个 而且得慢慢的养了 就有经验了 这个干燥的话 还不光是往盆里灌水的 这个事情 还有这个上面的 既要通风 空气也要保证湿度 是这样一个这个 关系 所以空气的湿度 上部的这个湿度 跟你这个盆内的这个湿度 还不是一回事 所以韩兰总而言之 我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盆也是新上手的 第一次见它的花 分享出来 谢谢跟我一起赏花 See you next time 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拜拜 拜拜